娱乐地眼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地眼 马哈挖家龙宫后宫故事多 几乎占据了八卦新闻的头版头条 作为曼谷王朝的第十位君主 马哈国王性格放荡不羁 并且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只顾自己开心快乐 42岁苏提达排场大 没有红毯零食铺卫生纸 脚尖绝不能踩到泥土 曾经的苏提达用膝盖走路 现在境遇和地位大为提高 不再是那个王室兽气小媳妇了 最近太王夫妇亮相纳空沙望服 身穿淡粉色礼服出镜 粉粉嫩嫩少女心十足 为了搭配当天的造型 苏提达还做了嫩粉色的美甲 造型和配饰也是一百分了 陪同泰王出席祈福仪式 对于后宫嫔妃是莫大的幸运 施尼娜就没有这个福气了 每次亮相的时候都是形单影之 42岁的苏提达彻底翻身 从小空姐逆袭为了泰国王后 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当天王后的礼服无比的精美 全部由皇室匠人手工纺织的泰斯 上面呢还有精美的桃花刺绣 整个人又美又鲜 一亮相的时候就引发了外界的无限关注 不愧是泰国最美王后 苏提达一路上神采奕奕 踩着恨天高都能剑步如飞 果然是经过不恙虚美的泰国女中将 然后呢身份和地位转变了之后 苏提达的排场越来越大 甚至呢整个人都飘了起来 以往出席活动的时候啊 都会提前铺上红地毯 等待泰王夫妇的大驾光临 然后呢这次却比较的仓促 下面的人准备不充分 让苏提达经历了尴尬一幕 原来呢走到较为僻静的地方 根本没有安排上红毯 因此呢用纸箱子搭建了临时的红毯 苏提达的强迫症呢犯了 没有了红毯 害怕脏了鞋子 甚至呢连路都不会走了 为了让苏提达往后满意 身旁的侍女呢拿着卫生纸 一张一张的 扑在往后前进的道路上 这样做除了保护鞋子之外呢 还能够彰显苏提达 金尊玉贵的身份 毕竟凤凰再渴 也不会喝路边的脏水 苏提达没有红毯 坚决不走路 生怕呢脏了自己的脚 早就听闻后宫的嫔妃 注重形象管理 没想到苏提达如此的娇贵 似乎忘记了自己呢曾经也是平民 两侧的老百姓却跪在水泥地上 膝盖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 有的膝盖都起皮了 一边呢是排场大的苏提达往后 另一名呢是热情又卑微的民众 突然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对比地位来讲呢 泰王肯定要高于苏提达 在现场的时候直接呢踩到了地上 而苏提达呢却坚决的不能踩到泥土 这样精致的生活让我们望尘莫及啊 只在古装剧中才能看到 泰国民众正是卑微入骨 现场呢还有人为苏提达擦鞋 匍匐在地上态度虔诚 算是泰国往事的一种传统文化 但还是让我们无法接受 简直呢比封建社会的皇后都架子大 说到底呢苏提达的一切都是泰王给的 如今语意丰满懂得摆架子 泰王夫妇合体夜巡是为了能够跟民众拉近距离 没想到苏提达的做法如此不接地气 其实呢翻开泰国往事老照片就能发现 原来是立即太后还下地干农活 衣服和鞋子上沾满了泥土 三太后也备受诟病 但在这一点却比苏提达做得好 而习呢要学的地方真的还很多 泰王的把精力放在了跟民众互动上 并没有发现苏提达的异常举动 其实也不是说浪费纸张 只是呢这样搞特殊的行为很不好啊 尤其在民众面前就更加的跌范了 唐太宗呢曾经说过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泰国王是能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往事 离不开老百姓的辛勤劳作 但如今苏提达呢却将两者割裂开来 曾经外媒呢也曝光苏提达的侍女双膝血淋淋 经常的代替王后行礼 以前苏提达也是这么熬过来的 一双膝盖逢人就贵 没想到自己当了王后却变成了曾经最讨厌的人 马哈瓦吉亚龙宫风流倜傥 继位后侧封了 一后一飞 但似乎一点都不满意 人的欲望呢是无从无尽的 马哈国王却能够随心所欲 继位后过着只醉精密的生活 前段时间啊 泰国王室出了个大新闻 施妮娜贵妃居然无罪释放 还被泰王接到了德国一起度假 这一点呢 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在我们的印象中 皇帝都是惊口欲言 没想到泰王却为了施妮娜打破了公规 施妮娜出身一点都不好 只是个卑微到尘埃里的女子 家境贫寒也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 但是跟希拉米不同的是 施妮娜呢是个清清白白的女子 并没有很多的黑历史 大学毕业后 施妮娜呢当了皇家医院的护士 在照顾提帮公的时候 邂逅了马哈国王 从此施妮娜就跟了马哈国王 两人呢有着14年的感情 因此泰王一直对贵妃念念不忘 42岁的苏提达彻底忍无可忍了 泰王呢多次在自己的社交软件上呢 晒出施妮娜 却频频的冷落苏提达王后 都说啊一山不拥二虎 苏提达王后面的来势松松的贵妃 开始呢摆出了自己王后的架子 按照我们传统观念的理解 施妮娜在受宠呢也是妾室 无法和正宫娘娘 苏提达相比 但是俗话说 小别甚新婚 施妮娜现在已经到达了宠冠六宫的地步 当初太王偏下后宫团亲自在机场迎接 施妮娜贵妃 为我们传递了很多的信号 马哈国王后宫的嫔妃很多 但给施妮娜的宠爱却是独一份的 因此呢引发了苏提达的强烈不满 以往的苏提达王后都是温良宫剪样 但这次呢却没有给太王好脸色 苏提达在自己的社交软件上的晒合照 居然将马哈国王的半边全部裁剪掉了 俗话说后妈不好当 这话呢可一点都不假 太国王后苏提达和马哈 挖截阿龙宫国王结婚之后 顺利当上了皇家公主和小王子提帮宫的后妈 苏提达想融入到这个新家庭中 与太王的孩子亲如一家人 但早已成年的皇家公主并不待见这位新王后 还让42岁的后妈屡屡受挫 场面尴尬不已 在曼谷皇宫大阳台上 苏提达有幸成为泰国国王身边唯一的女人 他看到广场上乌泱泱的人群 内心的自豪感不压喻 苏提达认为自己呢已经是泰国国王的正妻 在皇家场合必定会受到泰王女儿的尊重 他看到最凡小公主举起手机 准备呢为父亲马哈国王拍照 于是呢苏提达王后赶紧凑上来 挤到了泰王的身边 想要得到一个上进的机会 苏提达王后的想法是好的 但他白费心机了 小公主最烦呢站在阳台的另一端 她举着自己的手机 一直呢在为父亲找合适的角度 公主聪明伶俐 她早已看到后妈苏提达眼神呢在向这边瞟 对着手机镜头不断的微笑 42岁的苏提达表情可爱 她沉浸在喜悦的氛围中 把自己呢当成家庭中的一份子 期待着走入碎凡小公主的手机相册 泰国国王的女儿摆明了 不喜欢这位八面玲珑的后妈 她在为父亲马哈娃及阿龙公国王拍照时 特意呢将镜头往里面偏了一下 这样苏提达往后的脸呢就被泰国王给挡住了 最终呢苏提达连正脸都没有拍到 只有大门牙上镜了 这画面呢可不好看呢 碎凡小公主呢是泰国著名的服装设计师 她的个人官方账号呢拥有众多的粉丝 每天的阅览量上百万 很快碎凡公主为父亲拍的这张照片 被泰国民众看到了 苏提达往后的大门牙也一起走入了镜头 42岁的苏提达往后自作多情太尴尬 她在国王女儿的眼中竟然连露脸的资格都不配 枉费她在曼谷皇宫大阳台上摆了那么长的表情 苏提达对这样的拍摄结果呢当然不满意 但她又不能明着和碎凡小公主叫板 这位镇国公主是泰国王最宠爱的女儿 她性格活泼 据说呢生辰八字能够保住泰王一生的荣华富贵 所以无论她做什么老父亲都支持她 小公主呢顽劣把手机带到皇家阳台上拍照 泰王呢不仅没有指责女儿 还看着女儿的背影露出了慈想笑容 这极其罕见 虽凡小公主和苏提达往后不和 但是她对待其他长辈呢还是非常的尊敬的 她并不是只和国王老爸亲近 施令通公主呢也走入了碎凡小公主的镜头 固执二人对着手机自拍 这画风呢好可爱 这样的照片才是家人之间的合照 苏提达往后强行想挤入公主的手机镜头 却被国王的女儿戏弄了 她这家庭地位呢恋人担忧 最烦小公主也不怕得罪后妈 就这样和苏提达往后正面开杠了 她对皇位不抱有希望 只管享受广老爸的宠爱 所以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活得最洒脱 苏提达往后在泰王的女儿面前碰壁 她内心必定不爽 但面子上的还得装着 不在意谁让她是地位不稳的后妈呢 好了今天娱乐第一眼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明天见